大家好,我是电脑评讯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接着上一节课我们来讲 图片上的文字如何与图片组合在一起呢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已经有讲我们如何在图片上写字 那我们这一节课来讲 我们写字了之后 这个图片和文字如何组合在一起 我们写完文字了之后 如果你只要现在直接打印出来的话 你是不需要组合的 直接打印 它就直接在我们的图片上了 但是如果是你再放在文章里面的话 偶尔你就会移动你的这个图片 当你在移动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文字跟图片 它们并没有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来讲 如何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呢 好,方法就是 用鼠标点一下这个文字 那之后我们用鼠标来点一下 上面这个圈圈 看没有 光不要放在文字这里面了之后 上面是有个圈圈的一个箭头的圈圈 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点完了之后 我们在键盘上按Counter键不松手 键盘上键盘左下角有个键 CTRL那个键 点它一下 按住不松手 然后用鼠标点外面这张图片一下 好,那现在的话能看得见 里面这个文字它也被选中了 外面这个图片 它也被选中了的状态下 我们来到右上角这个地方 有个组合 点一下这个组合按钮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图片和文字已经组合在一起了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搬动我们这个图片 我们搬动图片的时候 我们图片和文字 无论在什么时候 它们两个都在一起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 如果我们在图片上写字了之后 如果你有必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话 怎么办的方法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